我就是上之脚的 我爱卢安 反皇妇虏 在座各位在看视频的网友们 作为一个上海人310开头 请问你们家的身份证有绝版的区号吗 作为一个身份证号绝版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一个让你们感到很悲凉的经历 就是当你的行政区被合并了以后 就你的那些购物APP里面 之前要体验比如说我是上海卢安区的上海杂北区的 一开始的时候这些APP还没有完全统一过完的时候 你还可以在某些时段里在不同的APP里选项会看到说 哦 卢安区 哦 可以选杂北区 哦 可以选南市区 太老了 南市区没有机会体验这个过程了 然后再过几个月就渐渐的你发现都没有了 该到哪儿的去哪儿了 所以撑着就这么 都撕了吗 即使啊合并什么的很正常的 城市要发展规划嘛 我们卢安人民 杂北人民 南市人民极力配合 哦 知道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此后上海管辖内 有黄埔 老杂 易庙 蓬莱 松山 卢安 常熟 徐惠 长宁 普陀 杂北 靖安 新城 江宁 北降 鸿口 北四川路 提南桥 杨浦 渝林等 20个区和新市 江湾 吴松 大厂 新京 龙花 杨津 真如 高潮的10个郊区 这些你听到过几个 不分资料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说这一口气下来 活下来的有几个啦 就黄埔 徐惠 常宁 普陀 靖安 红口 杨浦 这几个 笑到最后的 为什么 就因为记得那些的人啊 很多都知道了 你说南市区 2000年合并的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还有多少人会提起南市区的 说偶尔还会有反黄妇孺的声音 你看南市区有吧 啊 闷头当黄埔人了好了 都过二十年了 再过二十年 抢不定大黄豆王了 这鬼抢哪天撒 哎哟 花桥太长的鬼份了 别放屁啊 现在很多外地游客啊 新上海人啊 都不知道上海到底哪里才算曾经的卢安区 因为现在都是黄埔了嘛 熟悉路的都知道 卢安区北至延安中路 金陵西路与黄埔区靖安区交界 算了 我知道你们都是路嘛 我就说一些特别明显的地标建筑好了 什么新天地一大会子 淮海中路对吧 那条街上什么K11啦 IPM环茂啦 还有四南路上的四南公馆 周公馆 复兴公园 还有旁边著名的上海曾经有钱人才去的 KTV钱贵 然后我旁边走呢 有很多名人的故居 应该说这里才是最像上海的地方之一了 什么雁荡路 步行休闲街 号称淮海路的后花园 马勒别墅啦 巴金寓所啦 还有著名的南兴大集园 太多了 我一直都不说的 那港光了 所以卢威去你表示 啥你要的女性如不应该啦 哪里你吃呀 所以我卢安人民就骄傲的说 我就是上只脚的 我的气质就如同我的蛆一样 我爱卢安 反黄妇虏 我 我 我 7 我 5 5 5 7 7 9 9